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农业气象 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最近这几天稳定的好天气 可以一路的持续到礼拜四 而且因为大环境吹着东南风到偏南风 所以温度的部分也是持续的回温的 好天气可以持续到礼拜四 不过提醒大家在西半部地区 月夜温差还是相当的大 中午的时候温暖早晚却还是比较凉 所以提醒大家早晚外出 还是要记得注意保暖 到礼拜五会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增强 到时候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会再度转成适适两两的天气 好来看一下小叮咛的部分 首先提醒种植荔枝跟龙眼的农友们 要多加留意共同化学药剂的防治期 像是在高平地区 种植荔枝的农友们 目前已经进入了化学药剂的防治期 会一路的持续到2月23号 那么龙眼的农友们 则是从2月19号到3月15号 会是共同的防治期 那么在嘉南地区 中张头跟云林地区 还有苗栗地区 也都有相关的共同防治的时间点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画面上面的时间点 一同来共同使用化学的药剂 加强的相关的防治工作 避免了有大量的损失了 好那接下来关心一下 在礼拜二呢 台湾各地大环境还是吹着偏东风到东南风 所以天气状况呢 还是相当的晴朗跟稳定 刚刚有提到稳定的好天气 可以录的持续到礼拜四 要等到呢 这个礼拜四的深夜 才会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南下 影响台湾 礼拜五呢 在北部跟东部地区 会再度转全湿湿浪浪的天气形态 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了 好那么接下来呢 可以看到其实台湾附近呢 接下来这几天的这个降雨讯号 都是不明显的 礼拜四之前呢 各地都是有阳光露链 而且呢 渐入加近天气越来越回稳的 这种天气形态 只有在山区 零零星星的降雨而夜 所以建议大家呢 就不妨趁着廉价的最后几天 安排一下户外走春的行程吧 好那么接下来关心一下 台湾近海的风力跟浪况 2月13号呢 台湾沿海地区平均风 是来到4到5级 阵风来到6到7级左右 只有在俄罗比沿海地区 平均风是来到了5到6级 阵风来到8级 那么浪况的部分呢 大致上都是来到小浪的等级 只有在俄罗比沿海地区 是来到大浪的等级 那么在离岛地区呢 平均风也是一样 5级 阵风7级左右 浪况也都是来到中浪 小浪的等级 接下来关心一下 这个潮汐的部分 2月13号呢 台湾沿海地区 在新竹县的竹本市 台中市的无期区 以及呢在东半部地区 都是适逢大潮的 那么在基隆市的中山区 台南市的江军区 还有屏东县的横春镇 则是来到中潮 那么离岛地区都是来到大潮 再提醒大家 留意我们画面上面的满潮时间了 最后关心一下 温度趋势的变化 可以看到在礼拜四之前 北部地区的高温 都可以来到24度到26度左右 不过就像一开始提到的 在礼拜五呢 会有一波新的 东北季风南下影响台湾 到时候呢 我们北部地区 会再度转成又湿又凉的天气 不仅是温度往下滑 也会出现降雨 所以提醒大家 多加留意这样子的 温差上面的变化了 那么另外呢 在中南部地区 虽然说接下来这几天呢 温度起伏不大 但是可以看到早晚呢 这个是比较凉冷一点 日夜温差也是相当的大的 也是提醒大家 多加留意温差上面的变化了 以上就是2月13号的农业气象 我们下次再见